讲解 继续看好的就是比亚迪 就是这个1211 理由是什么呢? 第一就是中央早就已经有定调了 政策就说希望未来中国 全线都会用这个电动车 所以这个是不需要怀疑的 人类历史的雄流当然是不断推进 會取代一些傳統的汽油柴油 今次你看到中央政策說之前有限煤 炭中和,現在又限電 這些都反映了在環保方面要繼續限 所以在汽車方面也是 未來的大趨勢一定是繼續用電動車來帶著市場去走 所以接下來都會看好一線 再加上比亞迪本身見到國內的龍頭在電動汽車裡面 希望用距離和美國的Tesla去競爭 所以未來仍然都會繼續看好 而股價方面也是 見到最高295元跌到挨近230元的位置 現在去到大概反彈246元 我覺得大概可以挨近240元這些位置可以考慮賣入 目標價第一步會看回之前的頂位 大概277元左右這些水平 好,還有一些輪廓的感覺 我欣賞了最高1點了 看起來是一種類別人